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800集 张先生 现在忙吗? 不忙 出什么事了吗? 是这样 昨天晚上啊 我又梦到了阴曹地府的场景 这次我不是带领军团和对方作战 而是一个人端坐在一座雄伟的大殿的王座上 有一种俯瞰众生的感觉 就仿佛我珠鼻一勾就可以定人生死 不过我的眼前还是会有一张张的面孔浮现 可西林的面孔就没再出现过了 您和西林见面了吗? 没有 我在外地 等我回平山以后见他 到时候您可得小心啊 对了 做完这个梦以后 我似乎多了一种能力 多了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啊? 进入阴曹地府的能力 听到这话 张凡的脸上闪过了一抹疑惑 阴阳两格 普通的阴鬼很难从阴曹地府回到人间 只能是在特定的鬼节 阴曹地府才会让他们回一次人间 接受自私的祭拜 同样的 活人也很难从阳间进入阴曹地府 即便是修行之人 不过爷爷当初对自己说过一种例外 说是修行之人实力跨过第三境 以特殊法门也是可以进入阴曹地府的 当然 也不是每一个实力跨过第三境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就像不是每一个第三境强者都可以开闭空间 当时自己询问爷爷 这个世界上实力跨过第三境的强者多吗 爷爷的回答只是四个字 凤毛麟角 现在雅西二大爷的道行跟张凡一样 都是第二境第九段 别说跨过第三境了 就连第三境都还没到呢 这就已经有了进入阴曹地府的能力 张凡怎么可能不疑惑呢 纵然雅西二大爷可能使阴曹地府某些大人物转世投胎而来 可他现在还终归是一个活人 有些天地法则也是不能违背的呀 你怎么验证你有了可以进入阴曹地府的能力呢 是这样 今天上午我就进了阴曹地府 看到了无数的阴鬼 奈何桥 还有孟婆等阴曹地府的场景 这些个阴鬼和阴官们看到我 眼中都闪过了一抹差异 我在阴曹地府里面游荡了一会儿 就有大量阴明鬼差朝我的方向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他们要抓我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转身逃离了阴曹地府 返回到人间 好在呀 他们并没有追过来 听到雅西二大爷这番话 张凡思考了一会儿 又问 那你进入阴曹地府 还有从阴曹地府里面回来 需要用什么法门吗 不用 只需要靠一年就可以 我想进就能进 想出啊 就能出 好 我知道了 等我办完这边的事情 我去僵居看看你 或者你来一趟平山 咱们见一面 我看一下你的身体状况 我去平山吧 您什么时候回去 打电话跟我说一声 好 老爷子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的 先不要进入阴曹地府 以免发生什么危险 等我探查完你的身体再说 好的 张先生 雅西二大爷的话音刚落 方浩铭的来电显示 便出现在了屏幕上 老爷子 先不说了 我这边还有事 咱们有时间再聊 张凡挂断雅西二大爷的电话 又接通了方浩铭的电话 喂 浩铭 樊哥 有结果了 这法术并不是纯正的道门法术 是一个道门法术和风水阵法 融合在一起 重新组成了一个 具有封印效果的新法术 说来也巧 做成这事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雷霆宗的上任宗主 不然呢 也很难可以辨认出这个法术来 毕竟除了我们宗门之外 其他地方也根本没有有关于这个法术的记载 这两种法术融合呢 连接位置太多需要注意 比如力道 气息配比等等等等 我们老宗主只留下了图案 也并没有标注这些个注意事项 所以宗门里面 虽然有人可以辨别这个法术 但是 却没有任何人可以施展 按照帮我分辨出这个法术的人的说法 在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老宗主 才可以施展出这个法术来 这个法术 施展于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 凡哥 你能确定吗 可以确定 五十年前 伊登大师将所有阴鬼封印在了枯井里 这件事情 本地村民都知道 按照宗门里面的记载 我们老宗主 在五十六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那这么说来 我们老宗主的死 或许并不像宗门记载的那么简单呢 方浩明意识到自己把话题给聊偏了 他赶紧又扯回来 哦 对了 这法术名叫清方印术 截取的是清平道术和方天阵法关键片段 柔和而成的 张凡点点头 方天阵法张凡知道 有些个地方的树文 的确是和方天阵法相像 这时 萧冲说道 先生 这法术上面两个边角的位置 跟清平道术几乎是相同的 这时 方浩明在电话那边说道 范哥 我能打探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不好意思啊 你帮我们找到了方向 这已经很好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人两眼一抹黑呢 对了 这阵法是五十年前 一个名叫一灯大师的道门大师师部的 你如果想探查老宗主的情况 可以根据这个线索找找 一灯大师 方哥 你知道我们的老宗主 他字什么吗 字什么呀 火钉 放在一块 正好是一个灯字 说完正事 两个人又寒暄两句 便把电话挂了 张凡对萧冲说 老萧 接下来 我把方天阵法画下来 你把精品道书画下来 然后跟这个 清方印术仔细对比 看看能不能寻到关键线索 行 没问题 萧冲点头 找农家院老板 要来两张A3纸 二人便开始了 他们的工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